哈喽大家好 我是樂樂小姐Melody 今天又是跟大家很喜歡的小咪姐姐 一起來露營 我們這次的營區呢 是在苗栗南莊 大概海拔940公尺的 大雅露營區 那這一集主要的內容呢 就是會來開箱這一間很新的露營區之外呢 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三天三夜哦 真的是三天三夜 滿滿露營的生活 到底是怎麼來耍秋呢 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趕快正式進入主題囉 我們現在來到 今天的露營區的最後一個補給站 買了冰塊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開完 南莊的大雅露營區 那這個營區是900公尺 那從最後一個補給站開上去 大概要20分鐘 那等一下就來帶大家看看最後一段路 到底好不好開吧 大家開這段路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一塊山頭 新竹苗栗的山頭 都會有十戶出現 尤其是夜沖 要注意一下 要不然傷害到他們可能就不好了 這裡開始一堆露營區了 原住民的部落 打樣聽起來可能也是原住民的話 欸 你看他這邊就是一個人像那種小聚落耶 欸 那我們沒肚子餓起來這邊買就可以啦 欸 這裡怎麼那麼熱鬧啊 哇 我們這樣到了 請打路 啊 接打路就是我們想要 好像也是蠻有名的 哇 我們直接導航就到他打樣露營區了 轉個彎就到囉 喔 欸 算蠻好找的欸 他的地標 直接Google是對的 很突然就 對 左邊嗎 應該再繼續直走 看我這什麼啊 路營區是要去的 打樣 這邊 你就打樣 你一直在打樣打樣 欸 直接看進去嗎 對 我們就在旁邊有A1 到了 就在我妹旁邊了 默默的我們就到了 我們抵達營區了 這個營區雖然說900公尺 但是超級好搭的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來搭帳篷 然後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超級五星級又新的營區囉 超久沒有露營的欸 有 很久了 感覺很久了 一個月有吧 上個月 好吧 有點忘記帳篷怎麼搭 希望我們身體還有記憶 acne kissing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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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早午餐 一次我们要煮小汉堡 我们都已经先把料备好了 那就赶快来开动啰 超豪华汉堡 也没有很豪华 就比较多一点 健康的汉堡 这个是我跟香港朋友买的咖哩鱼蛋 听说超好吃的 那小米姐姐在煮什么? 在煮蝴蝶面 哦我们这蝴蝶面买超久的对不对? 好像已经跟了我们三四次录影了 那我们今天就赶把它煮 你当成我吧,我还想打卷 你叫我不知道你,我偏要录影 而且我要把它剪进去 这就是小米姐姐上拔卷的样子 好香哦 没有闻到这个香香的咖哩味 不行 不行 小米姐姐来试吃看看 小米姐姐来试吃看看 这个就是我看 我陪那个凯琴在吃超好吃的 来试试看如何 她说这个很正宗 嗯 会不会这样 味道很好吃 很好吃吗?那我也要赶快来吃 来试试 最长很久的咖哩鱼蛋 好Q好好吃哦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全部都吃完 然后来到这个营区有很特别的 我们只要是夏日的晚上来 都会有营煮的私房料理哦 看这一盆私房料理 也太浮夸了吧 请问我们是来到日式居酒屋吗 他不是只一般的烤肉而已哦 他还会摆爬 就这样啊 那么等一下赶快来开动吧 先吃一个 你看他淋柠檬汁耶 他本来就 他上面就有一点点淋柠檬汁 我吃一个 好傻眼 好吃 什么东西最好吃 别人烤的最好吃 哇这什么 嗯 给你们分享的 那个烤豆皮 烤豆皮 也是我们8PQ界的千层酥 哇塞 这真的是深夜特调 炸豆皮 没错 嗯 好香哦 餵我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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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很像你刚刚这样 很像你刚刚这样对我 嗯 很好吃耶 很酷耶 如果大家想要深夜限定 记得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 再来大鸭旅去哦 因为你平日的话 我们的银主他不在 他没有办法这样炸 礼拜日也没有 只有礼拜五跟礼拜六才有 对大家记得来大鸭旅 车子一开进来之后 这个下面就是大家的停车场 那么车子再继续往下面开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营地里面了 那么这次呢 依然是我最喜欢的 MB云坛天幕 然后睡在车上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我们 这一集的车睡觉的地方怎么装饰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我这一集 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他这个号称五星级的厕所 他是24小时都会有热水的 这个他就是厕所外面的洗手台 我觉得很明亮很干净 然后我们走进去之后 左边是女侧 右边就是我们的男侧 这边就是会有个吹头发的地方 那女侧的部分呢 他这里就是有三间淋浴间 然后厕所的部分呢 会有两间坐式的马桶 然后以及一间敦式的厕所 那男侧的部分 其实跟女侧是一曲徒工之庙 就是会有两个敦式马桶 然后这就是会有三间的淋浴间 以及他这个里面还有两个三个小便斗 那他的厕所大致上 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明亮 他除了每两个营位 会有一个这个洗手台之外 他在厕所外面 其实也会有三个独立的洗手台 所以这个营区呢 他就是位在一个部落里面 可以看到的景色 就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的多 后面大家可以看到的 其实应该就是这个营区里面 比较稍微辽阔一点点的景色 而且很特别耶 你们自己看 他这边 有那种去嘉里山的一个登山补给站 都在这边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营区不怕二肚子耶 然后他真的就是位在社区里面的一个营地 这也就是我们的营区 那这个营区呢 是我们目前这次第十八路露营以来 我觉得 算是很干净到我有点惊讶的营区 因为你知道我今天早上 我居然看到营主在洗噴桶耶 我傻包而已 我想说因为其他的营区 他们顶多就是把那个噴桶倒一倒 然后就放着进去使用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东西都算以前啦 东西都算吃得很干净 因为我不敢去开那个噴桶很可怕 然后我们这两天啊 其实你有没有一直看到营主 他们就是一直在打扫 一直在打扫 就只好 他哪里脏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打扫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营区 果然 网路上面说他很干净 这件事情是真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战友 他们都要退 撤退了 可是其实你有带小朋友来 录影很麻烦那件事情 就是大人在收战谱中 小朋友会一直在旁边挠 所以这边的营主 他居然 直接当起安亲班的小老师 直接在顾小朋友耶 太贴心了吧 给他一个赞 你看小朋友如果说都在这边玩的话 我们的大人们 是不是就可以很放心的打扫 我们结束我们这次三天三夜的露营了 你不觉得在礼拜一人家去上班去开放 我们还可以在营区里面 真的很惬意 尤其是我们大部分的路友 他们是两天两夜 所以在礼拜天晚上他们就已经车掉了 然后我们就是坐在旁边吃早餐 慢慢的喝着咖啡 然后看他们在慢慢测 那种感觉真的是蛮爽的 那其实我这次呢 除了来露营之外 我这次本来是有计划 我要在我的车顶上面 装一个车顶架 然后把车子大部分 比较软材质的器材 散到车顶上面的 可是呢 就在我们礼拜五出发的那一天呢 我还特别把车子开到厂商那边去装 结果发现我这次的横杆太低了 所以很多车顶架它的螺丝因为过长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锁上去 那我们下次十月露营呢 这车要做四个人的装备 还有行李 那真的要赶快想办法在那之前装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次三天三夜的露营 就走在大帐篷那一天 以及收帐篷这边稍微狼狈一点点 其实它中间有两个大整天 好爽喔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录影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还有追踪我跟小米姐姐的IG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跳起来跳起来 跳起来跳起来的 跳起来 耶 關掉喔